多有人想問ESG是否明年的大主題 有沒有一些未被發掘的新能源股 其實ESG這件事我相信我都可以說 因為兩三年前香港不是那麼多家庭觀眾 甚至在網上沒有大行去賣廣告 但其實我們那時候已經不斷有講ESG這件事 但其實ESG不是只有新能源 你要當ESG是另一個考試評分機制 這個評分機制你可以去想 其實每一行都可以用一個系列的ESG評分去看 究竟這家公司好還是不好 究竟它對於社會有幾大貢獻 對於你的員工上究竟你的企業本質做得好不好 其實是這樣看的 只不過大家會覺得新能源公司 容易一點是符合的 想著是 但其實因為會不同的 例如新能源公司 你反過來 可能我在你的環境 會扣E那方面 就不給你那麼多分 即比重不會那麼高分 所以就算 可能剛才說到Enphase 即舉例 Enphase是一個很不易的例子 就是它屬於新能源 屬於整個大格局 但是其實ESG的分數 它相對不算高分 是的 即我會這樣 首先帶出一個這樣的 當是教學分享 但簡單地回答個問題就是 ESG究竟會不會成為下年的大主題呢 我會這樣說 其實我不當它是一個主題 是的 如果要用一個比較小的角度去看 我會說 這個是新的遊戲規則 而這個新的遊戲規則 是所有 你稍微有少少想放得上大桌做投資的人 都會要留意的 即是說 大的基金 大的institution 他們都會跟著這個遊戲規則 那你就可以想了 為什麼我剛才說小一點 就是 OK 如果你當大家以前不太好 ESG 有一間公司A 一間公司B OK 大家沒有所謂的 大家喜歡A這個名字 即可能大家的基金差不多 就選了A 但是 OK 或者可能A的CEO 大家喜歡CEO 所以就買A 就是公司原來做出來的業務差不多 但是自從ESG出來之後 其實你要想很多有錢人 甚至會給一個mandate 他們 或者我們自己也有些客人會說 我真的喜歡 很著重ESG 是的 那玩法就會不同了 如果兩間差不多 就不是看CEO的魅力 就真的要看兩間公司 哪個ESG高分一點 那些錢就會流入去 ESG高分一點 那間公司 那這件事 就是其中一個套路 使我們會說 你用小一點的角度 這個是未來可能十幾二十年 一個新的金融遊戲規則來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應該要留意 就是 總之不要想到 你個個都想到世界很美好 你當勢力一點去想 你也可以用這個角度 當然我們自己 重心出發 就是想整件事好 所以如果用重心出發 整件事好 其實就會更加誇張的引導資金流 因為其實如果這件事 走到最完美的那一刻 就是有些公司是 如果ESG的分數不到某個水平 我們就不選擇 即是說剛才說 Company A Company B 原來重視 Company A 一向是業務很好的 但原來一開始看 它的CEO是大扣分的 實際上ESG 一開始已經被人篩走了 根本是連到最後被人選擇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一開始已經出局 所以回答這個家庭觀眾 其實我很開心 其實我很開心在公開箭 不可以說ESG的事情 對 比較少人問 但其實這件事 你可以去想 你反過來想 就是ESG不高分 或者沒有太多前景的ESG的板塊 其實可以放低一點 不需要花費太多心機精神 在那裏